山口百会与三浦又何 每逢此时,我们都一起应付那些由于想拍妻子的照片,而聚集在会场外面的大量记者,即便如此,由于这种原因每年在电视上露一两次面,对于缓解紧张的形势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除接受采访以外,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些他本人毫不知晓得关于他的消息,成为粉丝卯家周刊的标题,甚至还有照片,电视台也收集起过去的录像带不断制作专辑,更有衬者,他们还会找一些 不编乱造的报道内容坐影子,说什么真实情况如何之类的话,把谎言再一次次重复下去,这海鲜不够,再多来点,再多来点,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三浦又何进的电视台的一位制作人一本正经的提议说,解决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由妻子举办一次通报近期情况的记者招待会,这位制作人对自己的方案信心十足,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如会见记者,他保证以后不再追踪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会让其他公司也做出承诺,实际上,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法,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这样做,我们会轻松得多,但是,妻子执意要做一名家庭主妇,考虑到自己在一坛上的辉煌成就和知名度,考虑到自己的丈夫是演艺界人士,他明白他坚持主张, 自己是一名家庭主妇,坚定地要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是多么困难了事,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漫长的岁月,这一点不用别人说,他自己最清楚,正因为如此,他虽然茫然无措,却也在不断地竭尽全力地努力着,山口百贵与三福有何,陪我一同接受采访,明知有记者,却坚持取购物,乃至被拍照,在打纸上发表随笔等等, 这一切都是他为了使自己成为家庭主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原以为,这样做会使那些连他的点滴小事都颇感兴趣的人以及媒体的公事有所收领,当然,有人感到高兴,但是,也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要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行为却让人百思不及,接受什么采访,又在相机前抛头露面,出入那些会被拍照的场所,写随笔本不应是家庭主妇所为, 更有人不怀好意地散步说,写随笔一定拿了巨顶金,伤口百会尽着无论如何,他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妻子更重视那些反昧意见,如果真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在引人注目的场所抛头露面,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认为,这才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普通人的看法,那些不会因为出现自己的消息,就抱着杂志和电视不放,或者说对自己不感兴趣的, 可以称作第三者的人们,因为他们只看到媒体的表面现象,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只要你不抛头露面,不就可以了吗? 山口百会自传,苍莽是分,与三浦有何自传被写题,超多珍贵图片,点击小编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击关注,即可在文章中看的全部连载山口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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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